好那 這講者他的講題叫做contract killer 他就是在講說你的合約有哪一些是那種 只要有出現的條款可能就會讓你的合約變得很爛 或者是你的合約基本上就是會壞掉這樣子 狀況 那講題我這邊翻譯就是簡單把它翻成說你的發行會有什麼毛病 那這個講者是 Tim Rippard Davis 那他是一個英國的算律師應該是有律師身份 好的 然後看過很多發行合約的一個講者 那我們台灣這邊 其實也有一個 目前旅居台灣的一個 就是外國開發者是 正在開發他的遊戲快要上市了 那他的跟發行商談的合約其實好像就是這個人幫忙 所以他有幫忙簽一下線 這個是這個講者他原本在GTC上留下的一些個人 資訊 那如果有需要的話其實大家自己可以先記一下反正他有 各種就是Discord LinkedIn 還有Twitter各種聯絡方式 那如果有 相關問題的話其實是可以 寫信給他問 但是重點是其實 因為之前我剛有講到說 剛那個 就是有一位在台灣的 這個外國開發者朋友 就是有幫忙簽線 那他其實是有講到說 如果有問題的話我們可以統整問題給這位律師 然後 不管你是對自己的合約現在有問題 還是說你是台灣開發者跟 外國 發行商簽約可能是一些英文的合約 你可能有一些疑義 或是你可能也找不到台灣這邊 可能 對獨立遊戲發行有 經驗的律師 幫你處理 那有一些 具體問題如果可以整理出來的話我們可以 幫你整理 給講者 那 我記得這位講者其實 他前幾天還是上禮拜的樣子他也有 就是被介紹然後跑到我們Discord來 所以好像在我們的Discord裡面其中一個頻道是有 有登場的 如果有些問題的話應該也可以直接在Discord上面撬他 反正有需要翻譯之類的 事情的話我這邊可以幫忙 但是在演講開始之前可能還是要先強調一下雖然 說這是有律師或是說法律背景 身份的人去 提出的一些整理資料 但是無論如何任何律師在做這種分享的時候一定都跟你講說這個不是 專業法律建議如果你真的要法律建議的話 就是一定要有一個 就是 律師跟這個委託人的 這個 算是協議身份 這樣才能 真的有法律效力的建議 所以先強調一下後面講說的事情並不是法律建議 那當然也不包含所有的情況 我這只是一個 概略的整理跟重點整理 那 這位律師他之前在 他的LinkedIn還有 就是 GameDeveloper.com 這個 遊戲開發 相關文章的 這個blog上面他們其實有做蠻多篇文字的整理 那其實有蠻多部分跟 這次演講的 提到內容其實是 相關的 那就是之後大家可以在 文字的部分可以再去 做更完整的補充 因為有些細節他 演講的時候可能就是講不清楚 那有文字 文章的部分之後大家可以再去看 那我這個投影片後面也有分 就是好幾頁把 應該有9篇吧9篇的系列文章還有整理起來 那 我這邊有把連結跟 大概每一篇 在講的重點有稍微列一下 那這個投影片 今天分享結束之後我會丟出來 那大家可以直接點連結去看 好 好那 他在去年的時候其實就有在GDC演講過一場 也是標題叫ContractHealer的 分享 那 所以他 今年算是第2次做這個主題 的 演講 那 這一次他有先稍微列舉一下 就是去年他講過內容 那所以我去年的部分沒有再另外額外整理 基本上就是照今年他 就我聽講今年的筆記就是順順的做下來 那 重點大概 其實大家都有提到 他就說合約要簽約注意事項 授權範圍 然後 有沒有獨家 什麼之類的協議 或是 這個分層 分層協議付款協議 等等 那大概是在 這個去年的 演講是有提到 那今年的部分他比較有強調重點 就是整理的部分是跟商標有關的 議題 還有一個是幾乎在所有發行合約裡面 我們都 經常沒看到的 就是所謂的 發行商 義務 跟 到底發行的標準 或是發行應該有的水準是什麼 其實這個其實大部分合約是 不會特別去講到 再來是有些合約如果要簽比較正式的話他可能會有一些 互相保證的事項 那這些互相保證事項 包含什麼內容要注意什麼事情 這個也是這次他合約演講裡面有特別提到 然後再來是 蠻多人應該都會有看過類似的 就有簽過發行合約或是有至少看過 別人的一些合約範本 可能有注意到說發行商好像 總是有一些條款可以 就是全身而退那種感覺 那可能 不用付你錢或是錢不用付完 那他到底 他退出 這個合作合約有沒有什麼 後果 要承擔那這些東西其實 也是很重要 但是常常我們沒有看到 那因為在今年GDC 就是三月底 前好像一個月之內 就是有鬧出一些 就是跟NFT相關的事件 那 NFT這個 能不能賦能 當然最前提也是 法律的這個著作權部分要先背書 所以 他是有突然就是零時架的一小段跟NFT相關的議題 好 那 接下來我大概就是在 投影片上面會盡量做一些重點的翻譯 那我就順順的講過去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可以直接在 就是 我們的 配合語音頻道的一個文字頻道 就是這邊基本上就是那個 Voice chat text 如果有問題的話可以直接用文字提出 那如果等一下要討論的話也可以用語音的方式討論 那 首先 他回顧去年的 演講部分 蠻重要的第一個大前提 就是 合約 對方不管給你什麼版本 就是修合約去改合約內容 或者去溝通合約哪些地方對你 可能比較不利 你想要爭取比較有利的內容等等 其實這個應該算是 假以雙方互相的義務 就是你有一個合約來 你本來就是要想辦法 跟對方 溝通到對自己比較有利的狀況 但是在合理的前提之下 但是我們常會 遇到一些情況說 譬如說一些沒有簽過合約的人 他可能會覺得 這個合約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問題 他就簽了 或者是 他可能把這個合約拿給 也許 對相關條文 或是說對相關業界的常態 比較不熟悉的 也許也是律師 但是他可能對 譬如說 遊戲發行的相關議題 比較不熟悉的律師 去看 也許有些沒幹 其實看不出來 那無論如何 其實先找 認識的人 或是說熟悉 有經驗的人 然後當然最好是律師 幫你看過相關的合約 然後 去 溝通協調 其實這個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就是盡量不要覺得說 好像 對方給你一份合約 然後 也答應說 口頭上答應說 會給你錢 然後就 這樣就好像變成是 你是一個 接受方 然後是一個 理當要對方 要比較 感覺上就是說 對對方比較有禮貌 那種感覺 不要去亂修 亂改別人的合約 這個是錯誤的觀念 正確的觀念應該就是 無論如何你想辦法 證取自己的權利 不管你是有經驗沒經驗 就算今天只是學生 或是學生剛畢業 這也都是一樣 合約 一定是要 好好看 而且一定都會要修改 沒有那種 幾乎不修改 就可以簽的合約 非常非常少的事情 再來是你的合約裡面到底 包含了多少 跟你的遊戲 智慧財產權相關的一些權利授予 或是轉帳 這個是還蠻重要的一個議題 有些細節其實非常的細 可能是 一個條款裡面的其中幾個字 或幾句話 那可能對你的 就是後續的 這個合作 過程影響都很大 那 再來是哪些有 哪些條款會被 通常會視為比較不好的 授權條款 就是因為遊戲發行合約 基本上就是你要 授權另外一個 單位來幫你做一些事情 那這個授權 就是Mega很多 那哪些是屬於比較不好的 這可能就要一起看一看 然後再來是 除了授權之外 你要怎麼分到錢 或是對方如果有投資的意圖 那這個投資的 這個 不管是他用 什麼方式投資 股份還是說 日後談分層 然後他會有一個預先的撥款 給你當作一個開發費用 那這個錢到底你怎麼拿到 那再來是你的 後續的權利金或者是 利潤分層 你怎麼拿到 因為畢竟如果你是找發影商 任何平台上架 那那個相關營收一定是先經過發影商 才到你手上 那 既然這個錢一定會過發影商的話 你必須要知道說 發影商會有什麼方式把錢給你 然後 可能會花多少時間 這類的其實就很重要 那 關於就是要如何 就是 對你的合約內容去做談判或做修改 那基本上有些基本原則要掌握 就第一件事情是 發行合約通常是發行商提出的 不管是範本還是怎樣 那那個合約既然是對方提出的 你必須就是要認定說這份合約基本上就對你 不利 不會有人 天生就拿一份對你很有利的合約過來跟你簽 這個是 就是邏輯上是不太合理 合約一定是先保障 就是出合約的那個人 或出合約的那一方 所以一定要有一個基本認知是 發行合約就是對 以開發者來說 發行合約就是對你不利的一個 文件 那 你就是要提出各種合理 然後在範圍內去爭取你的權益的修改 另外方面這個講者他就是有想要強調說 就是 發行商現在有很多 因為其實現在就是很多小 小團隊會去找大發行商去 去做這些簽約的動作 大部分的 小開發者可能 第一份都會先拿到一個很自私的合約 那 大部分的人他 不知道要去改的話他就會 就以這個 就是相當不利的情況就把這個約簽下去 那所以這律師是想要提出一個想法 就說既然大部分的情況都是 以這個 範本合約為出發點的話 那到底這個範本合約可不可以改得 對開發者比較友善一點 那這個是對 發行商一個喊話 那 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為什麼說 要去 協商你的合約內容很重要 就是 對方常會拿一份範本合約出來 然後就對你說 這些條款都是業界標準 我們的分成比例就是這樣這樣分 這就是業界標準 就重點沒有這回事 沒有 沒有一個條款可以被稱為 這個是業界標準 有時候 可能你會簽到對開發者很有利的約 那那個可能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 譬如說 也許 是 發行商都沒有給錢的情況 當然發行商都沒有給錢的情況 可能他會把很多其他的權利 盡量就是保留在開發者這一段 那你看到那個合約的時候 可能你會覺得這個合約好像對開發者很有利 但其實 他的前提可能是因為 那個發行商沒有給什麼錢 或是給的錢很少 或是根本沒有給錢 那你有可能看到一個合約 這個發行商怎麼什麼權利都拿走 但是可能這個發行商他確實有業績 或者是有 相關的管道可以去爭取很多額外的資源 那那些資源 也不見得你光看一份 範本合約可以 辯認得出來 所以其實 合約有好有壞這件事情 其實都是要看案例 那無論如何就是沒有所謂的 業界標準這回事 那另外一個 常見的 就是口語上的說法 就是說發行商可能會講說 我們的開發者都是用這個約去簽 都是用這個標準去簽 基本上這個也是不太可能的 因為每一個發行商他簽的遊戲一定 就是開發者可能 比較有名氣 或是他 某個開發者過去的成績比較好 或比較差等等之類的 或是說遊戲類型不一樣 然後投資規模不一樣 除非某一個發行商 他簽的約 就是可能投資的額度都一模一樣 然後他開發遊戲的方向 跟規模也都一模一樣 要不然不太可能有所謂的約都長一模一樣 這種事情 就是我一個發行商 他 簽了二三十款遊戲 從過去幾年來發了二三十款遊戲 每一款都同一個約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如果對方跟你講這種話 基本上就是在話胡蘭 那這種東西就是 自己聽到可能也不要去故意戳破對方 但是就是說你大概心裡有數就是說 那對方如果是用這種態度跟你談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 更積極爭取一點 那 哪些 合約內的內容或是條款 會影響到你的遊戲智慧才安全 那譬如說 你到底是不是在把這個 作品 直接就切給發行商 還是你切哪一個範圍過去 有沒有什麼期限 授權的條款 實際上是怎樣 然後在什麼地區什麼範圍什麼平坦 等等 那再來是 你的 這個合約裡面有沒有相關的權利轉讓 或是轉移的內容 因為 權利轉讓轉移跟授權 是很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 英文裡面 有兩個不同的法律用語單字 一個是assignment 一個是license 如果你今天是assignment 的話 看起來好像要用什麼作業或者是指定 這個在法律用語上就是轉帳的意思 那license還是授權 這兩個要搞清楚 有時候有些發行商 他可能會提出 說 希望以後大家可以共同開發 繼續把這個IP做大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他就會在發行合約裡面跟你簽一些 希望你有什麼共同持有制裁權 什麼什麼之類的東西 那那個律師是 非常的 不喜歡相關的內容 他基本上就是說 遊戲 可能某一些 某一些其他 這個創作類型的業界 可能可以 有辦法比較清楚的切割 哪個部分的制裁權屬於誰 佔有多少比例什麼之類的 可是他的經驗就是說 在遊戲這一塊他沒有看過好下場 就只要有談 共同 持有IP的 通常都是 不好的狀況 不好的狀況 具體 具體上可能是會怎麼樣反應 就譬如說 有些他說他有看過具體的合約就是寫說 我發行商希望跟你以後繼續持有這個IP 共同持有 共同大家把這個IP做大 但是我也對你很好 我對開發者很好 我發行商對開發人很好 我只拿你1%的IP 就是99%IP在你手上 我只拿1% 他的合約裡面這樣寫 可是即便是只有那個1% 他還是可以卡你 就是以後 如果有一些譬如說我這個權力還要再 跟誰合作 譬如說你跟這個發言商合作也許告一段落 還是說搞不好不歡而散 然後你要找另謀高就 不好意思 這時候發言商就跳出來說 這個作權我還是有1% 那 有什麼東西還是要跟我討論 那這樣子你就很靠北 所以這種東西其實就要很注意 通常我看過比較好的合約是不會去提到什麼 IP轉移這種事情 他都一定會有一行或是 一個 條款專門去強調說 所有的 這個 助作財產或是智慧財產權的 所有權 都還在 開發者手上 只是說開發者會進行 授權或獨家授權 這個是很不一樣的概念 授權 即使是獨家授權 他也還是授權 他並不是轉讓 然後 接下來就是 這次演講比較 仔細提到的就是商標的部分 商標的議題其實在我看過的發言合約裡面 也稍微是比較少提 寫的不會那麼詳細 好那 不好的授權條款相關的一些規定 可以看一下 那剛提到就是授權條款裡面他可能就是包含說你要授權什麼平台什麼 什麼樣的 這個 衍生著作 或者是說 授權 發行商可以對這個IP做怎樣額外的操作 等等 那這些大概都是要看 Case by case 就是看你跟這個發行商的合作到什麼程度 那但是無論如何一定要 注意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議題就是 這些 授權條款有沒有期限 或者這整份合約有沒有期限 現在 我看過比較好的合約基本上也都是有期限的 譬如說可能是 5年6年7年10年之類的 當然也是很長 但是 但是至少有一個終止日期 不會說 就是無限期 那如果他的合約上面沒有特別提到 時間 他也沒有特別提到無限期 就是時間是一個模糊狀態 那個情況你大概也要把它當成是無限期 他只要沒有講 那發行商就可以做各種正義主張 他也說你當初沒有反對 之類的 這個其實就是要注意 特別是 你在很多做這個發行授權的時候 特別是全球發行授權 通常都會做獨家 那 你獨家給他 有時候是你自己 開發者對這個IP的控制權或者是 執行一些事情的權利都會被 暫時授權給對方 就是獨家出去你自己開發者反而 有些權利在 期限內你是不能動用 這個東西如果還加上無限期的話就更可怕 就是你有獨家又無限期的東西 那基本上跟轉讓意思沒有什麼差別 那再來是 通常在這合約裡面 剛有提到嗎 就是各種各種延伸著作相關的議題 也會在裡面 基本的可能是什麼DLC 續作之類的 那接下來可能會牽涉到一些延伸著作的東西 那 通常 就是發行商他在合約裡面 他也會簽很多 就是有關 各種周邊商品 甚至是 改編 相關的一些權利的 獨家授權 或者是甚至是轉讓 然後還有剛剛提到的 NFT 提這樣的東西 對那這些包三包好內容 一定要先看清楚 你到底這份合約簽下去 是只有影響到遊戲本體 還是他影響到遊戲很多後續的內容 然後再來是 你在授權發行商做事情的時候 有些事情在我們一般業界的常態 應該是發行商要做的 就譬如說是 幫你上不同平台 然後還有幫你在 既然他要上不同平台 他就要幫你移植 或者是說你們要怎麼樣去談移植合作 移植成本 或者是 這個 相關的開銷怎麼計算 那這個東西到底發行商有沒有 把它應付的責任寫在合約裡面 還是說其實他就是口頭承諾 你也不知道 再來就是 剛講到這個 授權相關的條款 然後再來就是 跟 付款相關的條款 付款相關條款裡面有分 幾個不同的類別 第一個當然就是對方會 先撥多少錢給你當作開發資金 就是 他front end這邊就是 發售錢的各種付款 那可能是完成里程碑之後 他會付你一筆錢 可能他會分兩到三次 或三到四次給你 那 這個是屬於比較偏投資 或者是說就是所謂預撥資金 英文可能會用 advance這個字眼 來講 那發售後付款的話 就是back end 那back end會包含 權利基因 Royalties 或者是 這個 就是利潤分成 revenue share的部分 這屬於back end 發售後付款 那發售後付款還有另外一種類型 就是屬於比較偏向 營運或者是 其他開銷 或者是說 行銷上一些 費用之類的 那 那些東西就是會有些零零種種的東西 他 不會完全包含在 這個事前的付款 或者是一些分層的裡面 那那些額外的費用 會怎麼產生 那其實就是要去注意 而且 你到底 如果是你要收錢的話 你是收錢那一方 多久你才會收到錢 因為 有時候你可能 就是 會看到說 某一個平台他 就假設steam 還是什麼特定的平台 他可能 撥款的時間是 也許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 那但是你現在跟既然跟發行商簽約了 所以 對方撥款是先撥給發行商 那發行商撥款再撥給你 中間就會有delay 那甚至更關鍵的是 就是 也許是你交出最後版本給發行商的那個時間點 其算 你就覺得你可能已經做完了 但是 你把遊戲 最後版本 最終版本做完交給發行商 中間可能就已經有一個時間差 發行商把它上架 那中間可能有一個什麼預熱期啊 什麼之類的時間 那個感覺對你來講可能是發行已經 開發對你來講可能已經接近完成 或是已經完成的狀態 但是 對發行商來說他會覺得那個遊戲還沒發售 那遊戲要發售上架了 才會再從 這個平台端那邊收到錢 然後發行商才會再把錢撥給你 那這個中間其實可能有 三個月六個月甚至更長不等的 這種 收款的時間長度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要注意到底在 在相關的合約裡面有沒有條款去 去 描述 具體的實現到底是多少 或是 如果他沒有講 那有些可能是業界常態 你要 自己要心理有數說業界常態應該是多少 譬如說 可能steam都會花多少時間付錢給你啊 這個發行商你看有沒有去打聽過他 一般來講他的付款 期間是用 月還是用雙月還是用計來算 這個要看清楚 然後最重要一點是 有一些付款 譬如說好了 譬如說 里程碑 完成之後應該要再拿到下一筆的 這個開發預算 那這一種付款 就是 發行商有決定權說 就是有比較大的決定權力說到底他要不要給你錢 那他可能會說我這個版本還要審查 我版本還要再看 或是我要叫你修改修改完之後我才會決定下一筆錢要不要撥給你 等等之類的 那 假設今天你本來 希望說我的開發企業是一年或是18個月好了 那我希望可能每六個月可以拿到一筆錢 那但是你六個月之後 交出一個版本給發行商 發行商可能就說這個我還在看 那變成是 他一面在看的過程中 你本來以為是六個月的付款 搞不好就變六個月又兩個禮拜 又變六個月又 就是又多一個月又多兩個月 然後他可能就跟你說這個要改完我才會再給你錢 什麼之類的 那 本來你以為的 譬如說18個月切三次 六個月六個月六個月 結果其實 每一次都有拖到 那有沒有可能說在 合約裡面應該要加注 相關的 條件說 發行商應該要在多塊之內把相關的 資料看完或是做審查結束 如果沒有審查結束能不能 自動視為發行商同意 這些其實都是可以談的 你千萬不要說因為 發行商他就故意 不管是故意還是小不小心 就是說我就是 因為我作業上繁忙還是舒適 不小心這件事情就拖了一兩個月 就這一兩個月之後 他 剛好下一次的Milestone的錢就一直沒有給你 對那這個就變成是蠻大的問題 就是 通常在合約上你可能不會注意到這些細節 但是實務上會發生 好那接下來就是 有關商標講的比較細節的部分 那 因為我自己看過一些就是合約範本 或是聽過一些別人講的合約的狀況 我是比較個人比較沒有 沒有看過合約 相關的這個條款詳細的規定 那通常只有譬如說 發行商會要求你授權相關的 公司團隊名稱的使用或者是 這個 Logo的使用 給 給這個發行商方便他做行銷嗎 一定要去提到你的遊戲一定要使用你的Logo或是一些圖片素材 那這種東西是 當然的 那只是說有些發行合約就是這個律師有提到說 有些發行合約他會提到 這個幫你去註冊商標這件事情 那註冊商標就跟剛剛講到那種單純說我使用行銷宣傳 這方面 就 是不同的一回事情 那 當然 最基本的商標就是有分幾種不同的 概念 團隊或是公司名稱的商標 他舉例就像任天堂就是一個 基本 很知名的商標 就是 公司的商標 他的名字 就是文字的名字 本身就是有一個商標的權利 那 實際上的Logo設計出來之後那個圖片本身有另外一個商標的權利 這個其實是 可以分開看 那下面他舉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動森的例子 就是 動森的商標跟動森的名字 這樣 好那 再來要注意的就是說這個 商標 他基本上都有地域性 就是你在美國在歐盟在什麼不同地方申請商標 他基本上不太互通的 如果合約裡面真的有相關的 說明就是他會去注射商標的話 問題就是說 那他有沒有針對 地域性的部分去做描述 然後再來是 商標也可以注射在不同的商品種類裡面 好那 不同商品種類底下 有一些 因為譬如說有些 狀況是 假設名稱 或者是 應該說他的 名稱相近 可是因為他是在完全不同的產業或是完全不同類型的產品 他 可能就是不會有商標衝突的問題 那也就是說 本來商標就要分門別類來看 那到底發行商會幫你注射在哪些類別底下 這個其實就是要先去看清楚 然後 有商標當然有個好處 就是 如果今天有人故意就直接抄你的LOGO 或是他故意用很相近的方式去 就是 致敬你的名字之類的 那這個你有注射商標就有比較有機會可以去做一些強制性的行為 但是這樣的行為其實都有帶有 相關的成本 不管是律師的成本或是你注射商標本身就要的成本 而且不同地區成本 就是都不一樣 而且都要 分開計算 然後還要再加起來 那所以就在Q&A的時候其實是有 開發者直接問說 到底對於 獨立開發者而言 有沒有 必要去註冊商標這件事情 那律師其實是有明確講到一點 就是說 可以 單獨 註冊 就是 文字商標的部分 那因為 圖形 的部分 通常 圖形比較 屬於 就是你可以把它視為是一個獨立有創意的著作 比如你的Logo設計就是很酷 那這個Logo本身就會受到著作權保護 那所以理論上 比較需要商標保護的反而可能是作品或是公司的名字 因為剛有提到不同地區它的這個 商標你都要 分開註冊 那就是那個成本 你要多註冊很多地區成本就很高 那所以 在現在的形勢底下很多商店都已經是 全球可以 全球可以這個存取的商店不管你是手機上還是steam 什麼之類的 這種平台數字下來平台幾乎都是全球的 所以通常你只要註冊一個地區 應該也就 有機會 就已經算是比較有機會去做一些強制力的行為了 那 就是不見得說你一定要 每個地區全部都分開註冊 因為這樣子的話其實成本也非常高 而且搞不好 有些發行商他 會 在沒有經過你同意的情況 或是兩邊沒有共識的情況下 結果對方可能先 先 過度註冊了 然後結果他又把那個相關的預算算到 他要回扣的成本裡面 那就變成是蠻大的問題 好那 在合約裡面如果有提到 商標相關的權利的話要很 仔細的去看到底這個商標相關的授權 是只有遊戲本體 還是會牽涉到公司 或者是公司其他作品 這個其實要 看得很仔細 下面這個協體字的部分就是 那個律師他實際上有看過真正的一段文字 然後他就這段文字中 他有提到獨家授權 開發者 與遊戲的商標 給發行商 那就表示 你獨家把自己的名字 公司的使用權利 在特定的期限 跟特定的範圍內 也都還 授予了 就是都授予了這個 發行單位 當然對方可能不會 不見得會 就是故意這樣 來框你 但是萬一今天又出了什麼事情 對方真的想要找你麻煩的時候 他就可以說 這個 你自己公司的名字 在這段期間 是授權給我的 你自己不能用 其實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要非常 仔細的去看說到底你的授權範圍是什麼 標的到底是什麼 就務必要把這種東西找出來修掉 通常 發行商要求獨家授權 主要的目 目的 比較像是在說 他不希望可能有同時你有跟不同單位 因為可能不同地區你可能也許會 找不同單位合作 那他不會希望說兩邊互相打架那種感覺 他會希望說假設你今天是簽全球發行 或是說 絕大部分的地區的發行給我 那 理論上我就有獨家使用你的logo或者是商標權利 那這個其實是可以理解 他其實發行商也只是想要避免自己的麻煩 但在這個情況下你至少 以開發者的身份你要去跟他 起一個例外條款 就說 我開發單位雖然 獨家授權這些東西給你 但是我自己還是有在特定範圍 我自己的 行銷管道 我自己的推特 我自己的Discord上面 或是我自己發新聞稿上面 我還是要可以 使用這些東西 然後就是你可以 在獨家授權底下 附加一些 例外條款 就是說至少可以 就是假設發行商可能會擔心說 你就是要把這個發行的業務包給我 那 我們當然希望發行 或是說行銷的口徑 統一 那 最好你 就是專心開發就好 你不要 不要想太多 那 這個 相關的權利 就是 暫時的授權給我 那我比較好做事 他可能會 他可能比較擔心的 其實是 他怕你自己跑去講一些 就是可能跟他發行的這個風格不同的事情 那 也許發行商真的要的 只是說 當開發者在做相關的事情的時候 你希望 就是 對方希望你先把一些資訊先跟發行商講 大家 就是要在 發行的這個行銷推廣上面要有一些 同步過 那只是希望這個同步的過程有合約一個保證 那如果他擔心是這樣的話 這些相關的擔心就 把他明確的寫成白紙黑字寫在合約裡面 不要去做一種 完全沒有範圍 歸納 然後 也完全沒有彈書 沒有例外條款的一個獨家授權 這樣子的話對自己的 權利其實是有蠻大的阻擋 那 剛講到就是說 我比較少看到發行合約裡面有提到就是註冊 幫忙會註冊這件事情 那這個 律師他提出的這個範本裡面 實際看過的文字 他就有 直接拿來舉例 所以他上面這段話 基本上他就是在說 他 發行商會 以發行商的 認知或判斷去幫你去註冊 一些商標 但是 雖然這個東西好像有寫在 發行合約的文字裡面是一種保證 但其實 上面寫的東西非常模糊 那反而沒有被 這句話提到的東西才是重點 那什麼東西沒有被提到 譬如說這句話沒有提到 發行商用誰的名義註冊 然後 發行商在哪些地區 哪些類別做註冊 然後 到底這個註冊 相關的 開銷費用 可不可以被發行商 就是當作一個 必要開銷 他就會把一些錢從 你上市後的分論裡面扣 那通常是會 這基本上就等於是發行商服務 的一部分 他代為操作 去產生的這些 額外費用 當然就是 會從 你的利潤裡面去扣 所以這個當然也不會太意外 但是只是說你要確定到底 發行商具體來講會做什麼 對商標做什麼事情 他到底在合約裡面有寫 像 律師有舉一個 我覺得還蠻好笑的例子 就是說 他在做這個演講簡報的時候 他有去特別查一下有沒有一些 很好笑的 就是商標註冊的案例 那他是有在 歐盟 歐盟那邊查到說 動物之聲 這個商標 他有被註冊到 屬於 這個什麼尿布跟洗髮精 類別的商標 那 對於 大公司來講 他可能就是想要 搞不好以後真的都什麼動森關聯 因為可能動森裡面很多這個 生活用小物品 所以搞不好 真的有那種 這個不知道什麼大頭菜 洗髮精什麼之類的 搞不好我不曉得 但 獨立開發者應該通常 不會有這種需求 那有這種需求那個成本也很高 所以你要去注意說 合約裡面 會不會你有一個允許太大的這個 範圍幅度給發行商去做這些事情 對這個商標部分做一個簡單的統整 就是說 把相關的業務包給發行商做 那當然理論上 比你完全沒有去處理過 商標業務的 開發者來講 應該是可以幫你省時間也省錢 當然歸費還是要服 但是 相關的一些人力成本 時間成本 其實理論上應該會比較短 才對 那有注射商標 確實也比較有機會 去做一些強勢力的動作 譬如說你真的看到有人抄襲你 那你可以去用 這個商標的方式 去 要求對方下架 什麼之類的 或是要求對方改掉 但是呢 也有可能 就是像剛剛提到的 發行商沒有保證他一定 會 做得很好 或是他合約裡面就沒有寫清楚 然後或者是你會不小心把相關的商標權利轉移給發行商 再來講到這次演講 最重要一個重點就是 合約裡面的常見缺詳 發行商的義務跟所謂的發行標準到底是什麼 這個東西在我看過的合約裡面幾乎都沒有提到 或是就算有提到也寫 也講得非常龍頭 那到底 開發者為什麼要 在意這個事情 我覺得就不用強調 大家應該都很在意 只是說大家不知道怎麼去提 然後大家也不敢講 有一個還蠻重要的一個 狀況 這也是我沒有看過 就是這個律師他提出來的一個發行合約的範本 裡面有寫到 投影片上的這段字 他就是在講說 把先前口頭承諾 或沒有在本契約中提到的書面記錄 例如說 你跟發行商有很多Email往來 或者是即時訊息的往來來討論很多合作細節 這個合約 如果有這個條款這樣的文字出現的話 發行商就有權利完全吃書 就是你之前文字或口頭上跟他談的所有事情都不會算數 他只承認合約裡面寫的東西 那這個當然也是還蠻理所當然就是想當然的一件事情 當然是 合約上有寫才絕對有保證 那這對開發者來講是一個議題 如果今天是發言商說這個我們 之前在Email上有談好 這個你不用擔心 那既然你不用擔心的話 理論上他就是應該要白紙黑字寫在合約上 那如果沒有寫的話 然後對方又包含一個這樣的條款 那就表示對方 在必要的時候 他可以說這個我沒有講過 或是這個我們後來沒有承認 沒有同意 沒有簽署 這個就是 我覺得算是一點限制 這樣子 那千萬要注意說你的合約裡面 是像這樣的條款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 為什麼就是 發行商的這個相關的權利義務 沒有講清楚很重要的一個關鍵是因為 通常我們看過合約裡面 大概都是發行商需要嚴重違約 才有機會去做解除的動作 就是你這個合約無論如何 幾乎都只有對開發者有各種要求 開發者沒有按期交件 我就要 停止付款 我就要把發行 發行約我就要解除 什麼之類的 甚至 有時候還有對發行 對開發者的罰則 什麼之類的 但是發行商的 義務 沒有達成的時候 就沒有罰款 或者是沒有任何的 補救手段 那甚至 連發行商的義務是什麼 都沒有在合約裡面 訂出來 那如果你連義務都沒有訂出來 那就更不要去想說到底有沒有什麼 補償機制跟條款可以在合約裡面被執行 那理論上就是 應該你要想辦法說 讓發行商 至少要達到某些基本要求 如果沒有達到的話 開發者 應該有些條件去可以去跟 發行商扒根 這樣子 要不然的話 那 就合約基本就一面倒 只有 只有一方可能出錯 另外一方都不會出錯 這樣子就很大的問題 那律師有提到一個他看過的 很具體的案例 就是 某一個 發行商 他不小心 把 這個 可能是開發過程中 開發的絞交的一個早期的 遊戲版本 不小心送給了 這個媒體去做評測 那媒體評測 評測文也出來 分數也打 然後結果當然就是評的很爛 評的很爛 那個 就影響到銷量 然後這樣子 發行商沒有任何 就是 賠償或者是補救機制 或者是條款 在合約裡面 需要被 需要去 有點像被 被處罰這樣子 就發行商沒有任何責任 那 律師他這邊就有提到 他有整理出6點 他認為在 合約裡面應該一定程度要呈現出來的就是 發行商基本 遺物有哪些 那第一行看起來好像是蠻 蠻幹話的就是 發行就是應該要你要合理的方式去發 不能亂發之類的 那當然其實這些 這些 概念其實是可以化為 一項一項的細節 想辦法把它具體的 註明在合約裡面 那但是你就要看說哪一些 有沒有哪一些條款是基本上是希望比較保證 發行方真的會幫開發者做一些事情 不管是行銷推廣開發協助 等等 那不能說他覺得好像 他可譬如說搞不好你 因為開發過程 自己有些事情就導致特定的 狀況下就延期 或者是說開發的狀況也許兩邊最後沒有辦法達成一些共識 然後結果發行商覺得 喔 那這樣看起來這個遊戲沒救了我直接就什麼都不管 我遊戲也不發 那後續的錢我也不付 那溝通也就中斷這樣子 如果可以這樣的話那你這個約簽了 就根本就沒有用 你簽了反正就對自己都是造成都是壞處 那再來是 理論上 每一個發行商在跟你談的時候 大家就是 真心誠意來來聊的話 應該都是要用最高的標準來看待每一個新簽下來的作品 所以 在發行商的合約裡面有一些基礎保證說讓 對方 至少使用跟他 過去發行過的其他作品 同等的標準來發行的遊戲 這應該是很基本的一個期待值 而不是說這個發行商好像看到你的遊戲 好像比較沒搞頭了 還是說 他突然間想把他改了 還是說他剛好看到一些競品出現 他競品出來之後他覺得 那這個 我這個任賠了事 競品出來可能對方那個競品搞不好他判斷比你強 他就故意 你遊戲他就不發了 基本上就是一個 很單方面的合約 當然每個合作案的狀況不一樣 但重點就是針對像這些 概念性的東西你應該要盡量的去在細節條文上去爭取到 對開發者比較多的保證 那如果發行商真的想要好好發的話他沒有理由去拒絕這些基礎的承諾才對 那 第三點是 發行商他通常對平台商或是 比較大型的同路商 譬如說Sony Xbox 理論上 當然 發行商是比較有機會可以去跟這些大平台去談條件的 那譬如說最基本的 或是說最常見的最近最常見的 就是像 Xbox的這個Game Pass 這種 這個商業機會爭取 那 當然我 想不太可能有 發行商他願意把 說我一定可以 幫你爭取到Xbox的Game Pass 這種事情寫在合約裡 但是理論上他要做出一些相應的 文字描述保證 他會盡他最大的可能性 幫你像所有的第三廠商 第三方平台去爭取到對開發者或是對這個作品最有利的條件 然後第4點我覺得是最重要的就是畫紅字 很多發行合約裡面 並沒有 發行商義務保證遊戲一定會發售 這個是很扯的事情 那我相信在這邊有發 有進行過這個 遊戲發售或是跟發行商談過的應該都 遇過類似的狀況 具體的舉例就譬如說像這樣子 發行商保留本遊戲是否適合發售的判斷權 他有一句話就帶過所有的內容 或者是 他好像有保證一些事情但是其實那個保證有講跟沒講一樣 他說本遊戲完成之後發行商會用其專業知識判斷適合的時機進行作品發售 那他可能判斷未來100年都沒有適合的時機 你就再見 所以這個是也是很危險的事情 這個 剛剛我在比較前面的片段有提到說這個就是會影響到你 遊戲上架後拿到的第一次分論的部分 假設你今天說我遊戲已經交了 結果發行商就說我們還在等時機 還是說我們還在等什麼 各種不同移植版本的整合 才能同步發 你會覺得我遊戲都已經做完三個月了 是你在做Porting 結果你自己Porting拖到 然後結果 你到時候就說要全部Porting完你才一口氣上 結果 我本來 期望是三個月內我就可以拿到第一筆 從這個 實際銷售獲得的利潤 實際上等了6個月9個月 你自己周轉不靈 這種東西就會卡住 所以 律師是強調說 這些相關條款一定要有很明確的時間指定 很明確的時間指定 然後後面會再舉例 我們這邊再先舉一個非常誇張的 也是我看 我這個 這個相關案例我就具體有看完全就是有 很明確的看過的具體案 發行商 無義務販售或持續販售本遊戲 就是 發行商他可以說 我隨時可以終止你的作品我就不發售 或者是 你的遊戲已經上架了 可是我看你不爽 我就把你遊戲下架 他也可以不用繼續賣 這種東西不應該出現在合約裡面 那假設發行商真的有一些 相關的擔心 具體的擔心到底是什麼 那個要請發行商白紙黑字寫清楚 他擔心的事項就是要寫出來 而不是用一種 就好像 蓋垮全部的東西 就直接把它全部都蓋掉 那 解釋權都在發行商手上 像這個 剛提到的 遊戲版本絞交 之後 或是說 發行商 應該要在什麼條件之下 起算 多久之後他就一定要發行遊戲 這些時間點能夠具體寫進去是最好 所以像 類似這樣子的條款 就比較明確 發行商會 盡商業上合理的努力來保證本遊戲 在開發者向 向發行商提交完成版本之後的 三個月內會開始販售 或者是 包括這兩個 這兩個行要同時出現才行 發行商不只保證時間 他也保證本遊戲在所有協議有同意的平台上進行販售 就我們都已經講好了 你這個遊戲就是要PC 然後SBOX 然後Switch同時出 他就應該要保證這件事情 而不是說我看到時候 哪個平台我意外沒有談到 我就不管 這個很重要 那 假設 發行商可能會說 沒有啊 你可能這個發售日期訂了 之後搞不好臨時要改啊 撞到大作啊 撞到什麼促銷啊 如果雙方是善意合作 開發者跟發行商都想把這個東西做好 善意合作前提 在英文裡面有一個東西叫做 In Good Faith 那基本上 中文大概就是講善意 善意前提 就是把事情做好為前提的這個概念 來簽署合約的話 有這樣的前提 那 那 這些 什麼 合約稍微 這個 延期 兩個禮拜再發售 之類的這種事情 都可以做 補充協議 來 就是 證明說有 延期這回事 這當然感覺好像有點麻煩 但是這個東西 基本上是對開發者的保證一定要做 你若不做的話 那發行商做了算 在接下來 跟發行商相關的這個 經常沒有在 合約上 的這個相關 應境的義務 平台移植相關的義務 他可能口頭上會講說啊我就是應該要這些平台一起發 結果 發行商具體 他要幫你做哪些事情來 達到平台移植的這個義務 結果就沒有寫 如果平台如果這個發行商 因故 沒有幫你deliver 沒有幫你達成某個平台的移植或者是發行 結果他也沒有任何罰款 他也沒有任何的 補償機制 那再來最後一個是跟客服相關的動作 就是 發行商是不是會幫你在steam的平台啊在推特啊 或是在 一些 這個 商店所留下來的這種客服信箱會幫你做擋第一線 還是說這些東西就是 開發者自己處理 發行商不會幫你接 這個收信 不會幫你做同籌 這個東西其實也是要看清楚 到底 相關的權利義務 發行商有沒有寫到 那我覺得重點就是 這邊 盡量不要被發行商的一些話術 所 就是蒙混過關 我自己是聽過一些發行商的講法 是說 他會覺得 發行商跟開發者就是 善意合作嘛 那大家相信對方 會好好把遊戲做好 就開發者 發行商相信開發者會定期的繳交版本 然後遊戲會好好做 那開發者這邊相信發行商遊戲會好好賣 會好好行銷 會好好推廣 那 發行商就會說 這個約 因為 遊戲開發很複雜 所以這個約 盡量保留彈性空間 不要 什麼東西都定得死死的 這樣子 到時候發行在這邊 執行一些事情也都很困難 因為 那個開發者發行商雙方都會綁手綁腳這樣子 但是就 回到我剛剛提到的這個善意合作的前提 如果有善意合作前提的話 這些問題其實都應該可以解決 而不是說因為我要保留這些彈性空間 我就故意什麼在合約上都錯就都不行這樣子 那這樣其實你就是 這個出事的時候解釋權通常都會留在發行商這一邊 那再提到 最後一段 重要的這個 保證事項的部分 就是有時候 合約裡面 會有一些相關的保證事項 不管是對發行商或對開發者 有些事情 合約裡面 當初寫好像就是 感覺就是很簡單帶過去 比如說我就是要保證 我要有遊戲的所有權 我才來賣你啊 我沒有 我沒有這個 侵權啊 什麼之類的 那這些保證事項 感覺很單純 但實際上也是有很多美感 那 具體來講的話就是 保證事項的意義是什麼 就是 在合約中 萬一違約時 或是萬一違反保證的時候 可以導致損害賠償的 一些事項 就是他會直接導致 A要賠B 或B要賠A這樣子 在遊戲發行合約裡面通常 出現違反保證的事項的時候 幾乎就等同於違約 就比如說 這個沒有在30天內 交出我要的 交出發行商要的這個 里程碑版本 你Milestone沒有出去 那 發行商就可以視為你有違約 那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事情 到底相關的 條款在合約是怎麼定義的 那有一些保證 有一些保證事項 開發者是絕對不能 保證給發行商 這個要 也是要注意看清楚 那 這邊有先講兩個類別 第一個是 發行商自己給你的 相關的素材或是內容 這個東西是發行商反而 發行商要對你保證 不是你對發行商保證 那如果發行商給你一些素材跟內容 這個後面會提到一些 具體的說明 但基本上就是說發行商給你的東西 就是應該是發行商的保證 而不是說 因為發行商給你的東西 你最後也用在遊戲 結果到最後整個遊戲內容 都是你開發者去保證 那其實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有些東西根本就不是你的 那包括 這也包括第三方的一些素材跟內容 那具體的像什麼 你覺得好像很單純 好像很直觀的事情 但實際上根本不合理的事情 就是開發者保證 遊戲本體 遊戲中 其所含之 其他智慧財產 絕對合法 而且為其所有權人 或者是開發者是遊戲本體中 所有智慧財產權的單獨 所有權人 這個實務上是完全不可能發生 特別對獨立開發者 你用Unity 然後你用了SS Store 然後開發 那個發行方 要你簽一個合約說 保證你的所有 智慧財產權 都是你 你單獨所有 你就是買SS Store的嘛 你一開始就已經觸犯條款了 就是 就是這種東西 萬一出現 你覺得好像不重要 但是 基本上 萬一出事的時候 發行商其實是 有權來 就這些地方來挑剔 那當然並不是說他們 這份合約寫下來的時候就是故意要礦開發者 而比較像是說 這些條款有一些是從其他業界延伸過來 或說其他舊案例延伸過來 一些 致式的說法 那這些說法在 目前的遊戲開發 最前端的 這個我們現代的開發方式 他實務上就不合理 那這種不合理的事情就應該在合約裡面被改掉 但有時候他就是因為是合約的範本 他就沒有被改掉 所以 萬一看到這種條款 一定要去修改 當然大家一開始會說 我們都是善意合作 大家盡量把事情做好 但是今天萬一發生一個說 不好意思 發行商跟開發者最後 分到揚標了 走向不同方向 發行方的律師 他就有能力 依照你當初這些沒有去注意到的條款 他來去追究說 你這個不是說你這個應該要所有 這個 智慧財產都是 你們公司單獨所有嗎 結果你買了一堆人家授權的東西 就算你有合法授權 那也不是你單獨所有 所以我要告你 萬一今天 已經先撕破臉了 撕破臉之後 這種漏洞就會被人家拿來當作 攻擊的缺口 關於這個第三方的素材部分 有兩個面向也要注意 第一個是你 取得第三方素材的時候 這個第三方素材到底有沒有付相關的 這個授權或權利證明給你 譬如說你是用 創用CC的 你是用開源的東西 你是用 什麼地方買來的東西 這不是你自己做的 那到底有沒有相關的授權 相關的使用條款 這個應該是要 開發者自己是要去非常 去 實用上就要去注意 那再來是 現在的Unreal Unity 都很多人大量使用 SS Store 假設那個 上架SS Store的 那些素材 本身有侵權 那些商店 那些素材商店本身就已經 不會受連帶影響 他們唯一的義務 他們其實在 那個 SS Store的使用條款就有寫清楚 SS Store唯一的義務 是把那個 Asset下架而已 如果你今天是用到了一個有授權 侵權疑慮的 素材你買 從商店 從商店上買來的 然後結果後來 可能所有權人來主張權利 那個商店基本上就是拍拍屁股 不好意思 這個我們把它下架就好了 可是萬一你還 你不知情嗎 你不知情 然後你就繼續把這個素材用在你的 這個遊戲裡面 你也不知道他已經從SS Store上下架了 那你的遊戲的這個使用到侵權的這個素材 你的遊戲還是侵權 不會有人來幫你打 那發行商還是可以針對這點來追究 或是其他的權利者還是有能力 還是有權利 就針對這點來追究 所以這個要非常注意 這些相關的保證 你是不可能保證的 你也不能給出去 就你的保證是不可能給出去 好那再來是 剛講到了發行商提供的素材 應該就是要來發行 就是應該要發行商本人要 本身要來保證 而不是說他給你之後他也沒有做什麼保證 搞不好發行商自己就 給你的東西就有問題 這個 律師這邊也是有一個很具體的案例 他說有一次 有個發行商 他們要釋出一款遊戲的這個在地化版本到巴西 那巴西是用巴西葡萄牙文 結果他們自己不做巴西葡萄牙文的在地化 他們從steam上面 找了一個玩家的 這個玩家翻譯粉絲翻譯版本 直接把它放到遊戲 然後發行商就對開發者 我這個巴西版本我翻好了 然後輕易把這個相關的在地化費用多了這一筆要給我錢 所以發行商的某一個人 跑去拿了粉絲翻譯 放到遊戲裡面 然後發行商再跟開發者收錢 然後結果後來這件事情當然是被 踢爆 因為他們一隊是連那個 這個 因為粉絲翻譯不一定叫搞很完整 結果就措置一模一樣 然後被踢爆 踢爆之後 就是鬧出來這樣 這種事情就是 既然今天是發行商保證他要 他會幫你做在地化 那 發行商提供的翻翻譯文稿 就是屬於發行商提供的這個 就是遊戲素材 那這個遊戲素材就應該是發行商保證他要 譬如說來源合法或是說是 經過合理的方式去製作 而不是 說這個東西從哪裡來的我也不知道 然後有問題之後發行商還可以來找開發者麻煩 那再來是剛講到這些保證事項大部分 都應該要有 應該是全部 全部都應該要有所謂的就是改善期限 因為不見得 大家真的在執行的時候真的百分之百不出錯 難免會出錯 你難免會 版本會拖個幾天幾個禮拜 那大家基於善意原則都會互相通融 但是這個通融的部分有沒有文字來背書 這也很重要 就是 相關的保證事項都應該要有 萬一 不小心 就是 違反那個保證的時候 如何限期改善的問題 然後這個限期改善 兩邊的地位有沒有平等 你不要說 這個 只有發行商需要限期改善 開發者一個期限都沒有 你沒有馬上改 你就是 直接就是 毀約 那這個就是要看雙方有沒有都把各自的改善期限都寫清楚 然後同樣的 會不會因為發行商的錯誤反而影響到你 例如剛剛講的那個 巴西的翻譯 那種事件 有沒有什麼補救措施 具體要什麼寫在合約裡面 最後一個 這次這位律師在這次演講最後一個提到重點是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到底發行商能不能這樣子全身而退 他萬一不想做了 不想發了 他能不能全身而退 那 幾乎所有的發行合約 這邊我們看過的 還有那個律師自己也講他也看過的 都有類似的條款 發行方可以 在 一定的條件之下或者是更短的這個 期限之內 他在幾乎沒有負面承擔後果的情況下就可以退出合作 那具體的 範本像這樣子 就是你的發行合約裡面可能會有一行字 那這五段話分別是五個不同範本出現的文字 意義都 這個大同小異 發行商保留隨時取消本遊戲開發的絕對權利 然後 30天書面通知就可以 中止這個合作 或者是隨時書面通知都可以中止合作 或者是10天可以 10天通知就可以中止合作 我就是各種就是不合理的這個 解約條款 那以這個律師的立場他是講說 因為發行商會投入蠻多資源 就是發行商可能會給你開發金什麼之類的 或者發行商會 答應 保證幫你做什麼行銷之類的 所以 某種程度上 他也可以理解發行商有商務限時的考量 他不要簽你他可以去簽別人 都是機會成本的問題 還有已經投入成本的問題 他如果今天不想再 再合作下去了他當然會希望有一個退廠機制 但是重點是 當他單方面要退廠的時候 開發者能夠拿到什麼東西 那這幾乎也是所有發行會裡面都不會寫的事情 但是理論上這應該是要一個保證 譬如說 這樣子的保證 萬一發行商單方面的 悔氣 那 應該要有怎樣的後果 發行商能不能說因為 我判斷你的遊戲大概不會賣 或是說你的開發狀況實在太差了 我想要結束合作 無論如何 應該要有一個相關的對應條款 是 可以讓發行 讓開發者至少獲得一定程度的補救 或補償 當然如果你今天是開發方 真的自己就比如說我一個遊戲的版本拖了兩年 都沒有給對方 那這當然是說不過去沒有什麼話講 那可能本來就已經有相關的法則 來對 開發者進行相關的限制 可是只是說 如果今天是 在開發方都沒有做出什麼重大錯誤的 這個情況底下 發行方要直接退出 那應該就是要有一些相關的 對應的 補救 那譬如說 已經付的款項 已經大應要付的款項應該是要付完 譬如說他已經說你已經開發到第二階段 開發到 第二階段 已經花出去的一些 不能回收的費用 不能退款的費用 那這些費用其實應該是要 支付給 開發方的 那 然後或者是說 我這個 可能我 第一個里程盃有拿到 然後我在開發第二個里程盃的時候 對方可能 發行方可能就是 單方面的解約 那可是你說我的第二個里程盃已經開發到80%了 那能不能就這個情況再來做一些談判 其實這個應該也是要想辦法可以寫到這個合約裡面 那通常常見的 長相就是這種相關的這種解約條款的長相會長得像這樣子 就是 當發行商中止開發時 本協議及中止 發行商不需再支付開發者任何款項 那當然 這個所有 所有授權給發行商的權利轉移會給開發者這個是 基本應該本來就是要這樣 但是 發行商不需再支付開發者任何款項這一點可能就是要看具體 的實際情況 就是 有沒有一些可以補救的方法 我已經 下一個里程盃我已經做一半 你單方面要解約 開發者不願意解約 開發者要繼續做 相關的 這個談判條件有沒有 還有一些籌碼在裡面 無論如何避免的 是這一頁會發生的情況 這個也是 我有看過 類似的那個條款的文字出現 這個是一定要刪掉的內容 取消作品開發時 發行商有權鎖回所有已支付給開發者的預播資金 以及迄今所有發行業務費用及行銷費用 就是他已經給你的錢 還要收回來的意思 那個律師是講說 這一份文字 這段文字 是出現在剛剛那五份 發行商有權 隨時中止合約 或是書面 通知一定時間內中止合約的 那五份其中一份 也就是說 在那份合約裡面 發行商有權 可能他通知說 在我10天之內用書面通知給你 我就可以中止這個合作 而且我單方面中止合作之後 我還可以 有權利要求你之前 所有吃下來的開發費用 你都要吐出來 這個就是 超級誇張的 這個條款 具體的這份合約 我是有看過 有類似的 而且我記得好像是 某家公開的 飯本 那 他們後來有沒有改掉我不確定 但是反正這種東西看到 一定要刪掉就對了 假設萬一解約 那合作的這個 相關轉讓或者是授權的權利中止之後 還有一些細節要注意 譬如說假設你今天是有出10期片的 那你不能說 權利中止之後 結果發行商還可以繼續發10期片 說我要清倉把它賣完 基本上這種權利應該也是要中止 就假設真的有沒賣完的部分 譬如說對方應該是要返還 什麼之類的 因為他是要解約 那再來是 這個 當初你開發方有提供給發行方的一些機密資訊 應該要銷毀 這個是算比較 基礎的比較標準的 合約內容 那就是 最開始說我們有提到說在今年GDC之前 很短時間之內就 Team17這個發行商蠻知名的發行商有搞出一個 事件 然後就是他們 在沒有跟任何開發 開發者他們簽約的那個開發團隊 溝通的情況下 就Team17自己要 用自己的 因為Team17以前做過一個 很有名的系列叫做Worms 就是那個蟲蟲大戰 還是忘記中文名稱叫什麼 有人知道中文名稱的話可以在文字頻道打一下 Worms這個IP是很有名的 的遊戲 那Team17他們就想要用這個IP來發 NFT這樣子 但是 發了NFT之後就 搞的這個 百姓怨聲載道 那些開發者製作出來的遊戲的 受眾 玩家群 他們以為這些事情是 開發方跟這個 Team17這間發行公司都有 先有協調好的一個 一個 案例或是說 開發者有默認 默許 發行商去做這件事情 那很多玩家 反NFT的玩家就 在推特上就爆發 那爆發了之後就所有的開發者跳出來自清 就說這件事情我們每次看報紙才知道 所以開始就是有 有少數幾個 這個開發者就很嚴厲的去 批評 自己當時的發行商 就是Team17的這個政策 那甚至也有 開發者直接 單方面的 就是這邊反而是 那個開發者他有因為NFT的這件事件 單方面的宣 宣佈直接跟那個 Team17解約 而且他還鼓勵其他 開發者以後不要再跟Team17簽約 那因為這個反對聲量實在太大了 所以Team17後來就說了 他後來就說沒這回事 沒這回事 那不只是Team17 就去年開始 你看Square Enix的老闆 到現在都還在一直講NFT 然後Ubisoft 那個火線獵殺搞NFT 然後Death by Deadlight這款還蠻有名的 就是 恐怖多人的這個非對稱對戰遊戲 一樣是 就是有想要搞一個NFT的 角色 那這些事情幾乎都對社群造成很大的 就是反面的影響 那他們就是提出很多負評 很多批評這樣子 最開始我們有提到說NFT其實重點就是在於 你發什麼NFT不是重點 重點是 到底NFT你如果要做負能的話 負能是基於 實際上你有這個著作權利你才能去做負能 既然是這樣的話 你的那個發行合約 假設可能會牽涉NFT的話 那你這個授權 這個著作權相關的處理本來就應該要先注意到 那最重要的是一開始就要讓發行方 跟這個開發方的 NFT的立場 是要一致的 不要說 弄到一半才突然間說 原來我跟你的NFT的看法其實不一樣 就兩邊就 在推特上就吵架就打起來 而且雙方都應該持有同意跟否決權 就是 一定是要兩方都同意 或兩方都反對 這件事情才會 有一個 結論這樣子 要不然的話不能執行 不能說單方面的我就 同意或反對你去做NFT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獨立開發者也許 我不知道會不會有人想要去碰這一塊 那但是也許 你在跟比較大的 單位簽約的時候 像那個Teams7就算是蠻大的發行商 可能就是要注意這種事項 那 另外有一個我覺得 就是在演講中沒有特別提到的部分 演講中沒有特別提到的部分 但是有人在QA裡面有提到 那 我也覺得是一個還蠻重要的 常見狀況吧 就是 很多 開發者沒有跟發行商接觸過 他可能會跑來問說 這個 發行商就 我們也不知道他的合作過去的紀錄是怎樣啊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合約實際上會怎麼改啊 或者說合作的 談判的過程到底是怎樣 那就感覺就是說不知道怎麼樣去跟發行商提一些建議 或者是 修改 條約修改的一些 這個意見回饋 這樣子 律師 那邊有提到一點 就是說 理論上你去跟所有這個發行商合作過的開發者 你就私信去問 寄email 或是 推特也好 通常 絕大部分的發行 開發者是會願意跟你講一些細節 就是私下講 所以你只要願意問通常都會 都會有機會問到有人要講 這個我覺得算是還蠻基礎的背景 知識或者說背景資訊的功課 開發者其實 你要跟某一個單位 做合作 簽約的時候 對方會對你做背景調查 你 也 有義務要 對對方做背景調查 這個是蠻基礎的 事情 只是 好像真的不是很多人做 至少我自己的感覺也是 蠻多人好像不會特別去打聽說 譬如說 有那種簽到很爛的合約的狀況 就是那個發行商 結果幾年後這個發行商還可以繼續簽新的團隊 像這樣的情況 其實在台灣是 實有所聞 那在 國際上當然也是 常常出現這樣子 那就代表 開發者對發行方做背景調查 這件功課 其實沒有做得很足 這樣子 那其實應該大家都要想辦法去做才對 這個東西其實也不難做 如果是Steam開發者 你就去Steam上看一下 發行商的作品列表 開發者一個一個找 有些人可能他不願意講 或是他根本就沒有公開資訊 有些人其實是有 有的話你就想辦法寫信去問 傳個訊息去問 之類的 我覺得這種都是有機會可以 幫你更了解對方這個發行商合作的 這個方式跟 對方可以帶來的好處或壞處 而且有時候你可能會看到一些可能 單方面沒有辦法理解的事情 譬如說你拿到一份合約 你覺得這合約怎麼 看起來好像很爛 那你就開始不理解說 為什麼看起來這個不太好的合約 會有這麼多開發者跟這個發行商簽約 那也許你實際上去問了你才知道說 原來這個發行商雖然會有一個 比較不好的範本 可能他都可以談都可以改 他很願意改 也許這是一個可能性 或者是 這個發行商就很給力 雖然說約很嚴格 可是他的資源超級多 錢給的超級多 那這可能是另外一種案例 你沒有去調查 你不會曉得實際的情況是什麼 好那 最後面就是補充一下 補充一下這個 Tim Ripa Davis這個律師 他之前在 Gamma Sutra 就是現在的gamedeveloper.com 這個部落格網站 跟 他自己的LinkedIn 他自己的LinkedIn上面有 記錄了這個9篇的 Contract Killer系列文 那絕大部分的內容在 我們剛剛 講完的這個 就是演講 筆記這邊 還有他去年的GDC演講 大概都含誇了這個9篇文章內 但是這9篇文章文字寫的 有比較詳細一點 那所以有要看的話可以 就是 找時間翻一下 基本上有分幾個不同的系列主題 大家可以就是去看一下 那這個 投影片本身的標題他都是超連結 投影片我等一下會在Discord上丟出來 檔案大家可以自己 就是 抓回去看 其實就是我覺得 這些列文章還蠻不錯的 那看完之後你會對 常見的合約長什麼樣子 哪些條款常見的長什麼樣子 那會更有的更有清楚概念 大概像這樣子 好 那 我今天的分享大概就到 到這邊 那 一開始我們有提到如果大家對 我們今天分享的內容或是對這個律師他寫的文章 的 內容有任何的問題 或是你現在就有一些合約相關的問題想要問的話 看你是 可以公開的話你就直接留言 如果你不方便的話你可以私訊 給我 那個律師 他有說他願意 幫大家解答問題 就是你可以 中文的問題 發過來 那我幫你翻譯 我們翻譯整理好之後 統一給他看一下 那他回完之後我也在把他的回答 統一翻成中文文字 那再貼到Discord上面這邊來 或是你要我單獨貼給你 你用email或者是用Discord時訊都可以 我那這邊就是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問 就是 呃 大家可以先花時間想一下 或者說現在可能還暫時想不到 那你後續要問你都可以 那我這邊 看到問題我就會協助整理 那 大概是這樣